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最近啊 法国总统马克龙啊 跟德国总理 瑟尔茲见面 马克龙就当场做了一些感言啊 他说如果我们不再振作啊 不再追求战略上的自主啊 培养更多的独立性啊 恐怕欧洲就要消亡啊 这个惊天动地的标题啊 这他的用语啊 就是欧洲大概不成其为欧洲了 欧洲就是各国的集合嘛 欧盟发挥不了什么力量 更不要讲北约被美国人控制 那德国呢 坦白讲这个瑟尔茲啊 他也没什么本事啊 坦白讲欧洲最后一个 能够让欧洲集结起来发挥 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自主的力量的 这个欧洲的领导人就是 默克尔 就是我们台湾把叫做梅克尔 梅克尔之后 我们再也找不到欧洲像样的 全欧洲的领导人 我们现在看到在梅克尔之后 欧洲各国的领导人 越来越不成气候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啊 我认为欧洲是逐渐在进入 更加分裂 更加混乱 然后 法国总统马克尔 尽管他有雄心万丈 却难以正衰起弊 这样的一个困境啊 我们今天标题叫做 欧洲面临消亡啊 法德 无力拯救 所以这个世界恐怕 未来就只有三级啦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四个级啊 就是美国 中国 俄罗斯 跟欧洲 可是欧洲 分崩离析啊 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就是欧洲人自己的问题啦 这个25年来首见 25年那就是 大概2000年左右 法德的领导人有见面 那已经隔了25年 马克龙访问德国 展开国事访问 然后呢 这个希望缓解法德的矛盾啊 因为 马克龙最近就发现 他跟索尔兹 常常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坦白讲啊 不管是马克龙 或者是索尔兹 两个人能力都很差啦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然后马克龙说 这次国事访问 正好是欧洲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定要在经济 军事 政治上 达成一致的目标 他说了一句重话 欧盟正经历着 内部和外部敌人 引发的民主危机啊 最终可能会彻底消亡 就这句话 你去想一想啊 欧洲的内部敌人是谁啊 就是最近的极右翼的崛起 我们已经陆续看到 包括马克龙的对手 变成是国民联盟 他是已经从国民阵线 然后现在扩大 变成国民联盟 这个马力的棒 法国自己就是这样 德国的极右翼也在崛起 叫替代选择 那荷兰的极右翼已经执政了 新的总理就是极右翼 那你再去看 这个斯洛伐克 最近被暗杀 在当街开了五枪的这个FITRO 他也是右翼 匈牙利的奥班 也是右翼 那这些右翼有一个共同特色 他们都比较同情俄罗斯啊 那你去想一想 那欧洲怎么办呢 那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是亲美的啊 比如说波兰 波兰就非常明显亲美 他希望美国来波兰设这个军事基地 空军基地 因为他怕俄罗斯 那另外波罗的海三小国 这都是完全亲美的国家啦 我们都知道 那北欧有一些国家也是很亲美的啊 比如说瑞典 挪威还有丹麦 所以你想这个情况啊 你不觉得就是乱成一团吗 有亲俄罗斯的有亲美的 还有有一些国家里面 像德国现在就是红蓝绿三党联合内阁啊 那里面的绿党也是超级亲美的 所以导致这个朔尔兹要做中国的访问啊 或者对俄罗斯的主张啊都动辄得救 这个就是现状 马克龙警告欧洲可能会消亡啊 除非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他再次提出欧洲主权这个概念啊 那德国啊 德国这个朔尔兹啊 总算正面回应了马克龙一个看法 他说我们确实应该让欧洲建立自己的核武的防护啊 因为法国是一个核武国家嘛 其他都不是 那欧洲目前的核武的防护网 基本上是美国建立的 比如说美国呢 他就在荷兰啊在比利时啊 在土耳其啊 在德国啊都有核武基地啊 那马克龙说 我们需要自己建立一个可靠的欧洲防御的概念 那基本上他就是反对北约的集体安全啊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不能够让北约啊 来帮我们做决策啊 我们要自己做决策啊 他说未来十年 如果我们不自己站起来 那欧洲被削弱被削弱的降级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所以欧洲必须要表明 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 也要知道怎么跟世界上其他地方对话 这马克龙讲的话 那马克龙事实上讲这些话是有历史的啦 可是有历史啊 就显现出他的无能为力啊 事实上马克龙早在2019年就讲过 北约正经历脑死啊 不能够再依靠美国来保卫欧洲啊 否则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2019就讲了这个话 现在已经是2024年 请问法国有任何明显的措施 在避免自己的脑死吗 我认为并没有 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 发现法国的国防预算 事实上一直到今年 才达到GDP的2% 所以你讲这种话不是跟废话一样吗 美国的国防预算是GDP的3.4% 你想一想美国是多大的国家啊 美国的GDP是25兆耶 法国才2.6兆啊 结果你只有2%不到 人家是3.4% 所以你怎么可能类比呢 那他老是在讲这些话啦 说要有自主权啊 要成为中国跟美国之外的第三级啊等等啊 那现在为什么 越来越紧张啊 因为欧洲议会选举 6月就要选举了 那马克龙非常的担心啊 这个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啊 750席的欧洲议会的议员啊 恐怕会有将近200席是极右翼当选啊 那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刚已经跟各位讲了 极右翼的议员啊 很多既不亲美也不亲中 那反而对俄罗斯认为 应该要用自主的观点来看待 那到时候欧洲不是乱成一锅州吗 这显然对乌克兰是极端不利啦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马克龙啊 自己所属的政党 还有朔尔兹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啊 目前的民调都没有超过20% 你看有多严重啊 马克龙是执政党耶 他是总统啊 马克龙领导的执政联盟 他的民调竟然只有十几% 他的对手 就是这个马力勒庞 所领导的国民联盟 这个极右翼的联盟啊 以前叫民族阵线 高达30%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啊 如果这个欧洲议会改选完啊 那出现了大量的极右翼的议员啊 那几乎可以注定欧洲就是即将要进入大地震的阶段 我们看一下欧洲啊 欧洲为什么大家把它当作一级呢 因为你用这个来看啊 欧洲的人口有3亿8千万人 比美国还多啊 他如果真的能够团结起来 他是很有力量的 欧洲的GDP我们看到最上面 也有15兆之多啊 那中国大陆大概是18兆 欧洲有15兆啊 美国是24兆左右 所以他也是相当有实力啊 GDP高达45兆 那这个人均 GDP也高达4万多美元 那美国是7万亿 所以他是足以构成一级的 那重点是他如何能够团结起来 那我们来看各国的GDP啊 欧洲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贫富不均相当严重啊 比如说你来看 排名第一的是德国 德国的GDP我们说是4兆多啊 英国3.2兆 法国2.9兆 这个资料是2021年的资料啊 然后意大利是2点多兆 那在下面就西班牙了 1.4兆 那更不要讲其他那些小国啦 就非常小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悬殊的状况 那英国已经退出欧洲了嘛 所以主要就是法国 德国跟意大利 那这三个国家能够把它淋成一股力量吗 这个非常令人怀疑啊 因为目前意大利 已经是GOE执政 就是这个Mannone 法国的GOE也在崛起 这个马力勒庞 已经有30%的民调 他的政党 然后德国的替代选择 目前民调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 他民调大概有20啊 那社会民主党只有14 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我们光是从这个表 这纽约时报登的一个表啊 就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那各国对于俄罗斯的贸易 你可以看到既然有些国家是增加 那有一些国家是减少 它显然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美国 美国对俄罗斯的贸易是减少了35% 瑞典减少了76% 英国减少了79% 这个减幅啊 几乎就代表了他对俄罗斯的敌意啦 那敌意最深的就是英国 瑞典 还有美国 可是你去看其他的国家啊 比利时 对俄罗斯的贸易是增加了81%啊 荷兰增加了32% 西班牙增加了57% 土耳其增加了200%啊 那美国所看中的那些国家呢 印度 印度增加了310%啊 事实上中国只增加了64%啊 结果变成美国眼中的唯一目标 你不觉得这个非常荒唐吗 事实上跟俄罗斯增加贸易额的 不是只有中国啊 巴西增加了106% 土耳其增加了198% 印度增加了310% 中国实际上只增加了64%啊 那你美国怎么不去抓巴西啊 印度啊 土耳其啊 显然就是双标嘛 不过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啊 重点是你看欧洲国家是分裂的啊 有一些国家增加了跟俄罗斯的贸易 西班牙 土耳其 荷兰 比利斯 那有一些国家是大量减少 比如说瑞典 德国 德国上只减少了3%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就看到欧洲本身的不团结啊 连对俄罗斯贸易的态度都不一致啊 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忧虑啊 每况愈下 因为欧洲的经济真的是太糟糕了 你可以看到欧洲 它的经济活动都一直处于紧缩的状态啊 去年欧洲整个经济的成长是负的啊 那今年可能会稍微震 可是也不多 所以他当然会有忧虑啦 觉得经济可能都被美国跟中国给抢走了 比如说中国今年可能会到5个percent 那美国大概是2点多percent 那欧洲呢可能不到1啊 不到1啊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欧洲理事会主席Michelle 他就出来讲啊 他说欧盟 事实上受到俄乌战争的苦是更大 美国只顾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欧洲人真的是最让我看不起啊 你都讲这种话 结果你做了什么事呢 美国在俄乌战争 北溪被炸 薪资杜明都知道是谁干的 那北溪被炸最大的受害者就德国啊 德国有赶出来吭一口气吗 没有啊 那整天在那边抱怨说你美国真坏啊 北溪被炸 不准我们买俄罗斯的能源 你美国的天然气 用国际价格的四倍价格卖给欧洲 问题是你还是照买啊 所以讲这种话有屁用啊 我常常看到欧洲人出来讲这种话 这个Michelle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啊 马克龙啊也出来抱怨啊 索尔兹也出来抱怨啊 抱怨又怎样 你还不是照买 而且呢 都在买美国的军火啊 你为什么不去买法国跟瑞典的军火呢 法国跟瑞典也是军事大国啊 你们为什么都去买美国的军火呢 这也难怪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嚣张啊 因为你自己就只有一张嘴巴嘛 言行不一嘛 你能怪谁呢 你怪说俄乌战争 美国只顾自己的利益 那你看懂啊 你为什么不做呢 为什么不保护自己呢 军工产业可以买 法国可以买瑞典啊 德国也有部分啊 为什么你都是买美国的呢 天然气 你为什么要受制于美国呢 所以我说这个要怪谁呢 他说欧洲事实上跟美国一直有矛盾 欧洲人认为美国从战争中获利 美国认为你欧洲就是旧游自取的 谁叫你不帮乌克兰打仗 乌克兰这个仗 是谁出的钱最多 就是美国啊 可是乌克兰陷入的战争越打越多啊 谁受害最大 是你欧洲啊 你去想想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啊 你欧洲人为什么不自己到前线 帮乌克兰打仗 因为乌克兰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必然是由欧洲承担嘛 怎么会是美国呢 所以美国用力在打乌克兰战争 请问谁获利 是美国获利啊 你的资金外逃啊 必须向美国买军购啊 还要跟美国买最贵的天然气啊 受害的都是你欧洲啊 所以当初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你为什么不阻止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战争呢 你为什么不介入斡旋 叫乌克兰不要再打了 法国跟德国不是有一度介入斡旋吗 美国喊停 没有人敢继续斡旋 所以你要怪谁呢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抱怨 那美国人怎么讲 美国人说你们欧洲人自己要负责啊 你依赖俄罗斯的人员啊 放弃核能啊 请问是谁放弃核能 他就是在骂德国嘛 你德国自己绿党高涨放弃了核能 那全部都去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现在恶乌战争爆发了 你要怪谁 那第二个 你自己国防预算投入多少 我刚刚跟各位讲啊 法国一直到今年啊 他的国防预算才占GDP的2% 你知道德国多离谱吗 德国前十年的国防预算 只有GDP的1% 大家记不记得1999年 欧元诞生啊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欧元要挑战美元啊 结果说巧不巧 当年就立刻爆发科索沃战争 请问欧洲有能力处理科索沃战争吗 没有能力啊 后来是谁介入 北约介入 主要谁在介入 美国介入啊 我那年看到欧元刚出来啊 那那个时候跟美元的对比啊 一度到0.97你知道吗 0.97比1啊 欧元比美元还要强啊 科索沃战争一打 欧元跌到多少你知道吗 欧元跌到1.04比1啊 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我在这里就很感叹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军事的自主力量 能够撑住自己啊 你就准备被像美国这样的霸权 随时来敲打你啊 欧元诞生才第一年 就立刻瓦解啊 那立刻又回到了美元的时代 就是科索沃战争啊 这是美国最擅长的啊 他可以去引爆战争 然后造成你的地缘政治风险 然后你的资金就开始外流啊 然后美元就又变成毒霸的时代啊 就利用战争带动金融危机 然后来割韭菜啊 这就是他的高招啊 什么叫做美国的本质 美国的本质就是 美元霸权加上军事的霸权啊 这个问题只有谁参透啊 我认为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参透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你的军事的自主权啊 那结果你就看到欧洲啊 因为经济不好嘛 所以各国的极右翼都在崛起啊 这个就是整个欧洲的极右翼的一个分布图啊 深红色就是已经被极右翼崛起了 波兰 匈牙利 意大利 陆续在崛起 我们后来又看到了奥地利也在崛起 斯洛伐克也在崛起 然后还有荷兰优先崛起 那目前呢 法国的国民联盟 还有德国的替代选择 也在崛起啊 那你就看到这里啊 强硬右派在欧洲蔓延啊 那现在 马克龙赶到了危机感啊 无论如何不能让强硬右派崛起啊 不然欧洲一定分裂 因为这个强硬右派 基本上是认为俄乌战争 没有理由叫他们要介入 强硬右派的主张在这里啊 本国优先 反对外来移民 所以呢 如果强硬右派崛起 他们就准备要把乌克兰的难民赶回去啊 乌克兰的难民现在在欧洲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在欧洲啊 至少估计 超过一千两百万人 你去想想这会有多大的动荡啊 那他们关心自己的就业跟住房 因为他认为 前面是叙利亚难民啊 那现在是乌克兰难民啊 他们抢了我们的就业啊 抢了我们的住房啊 我们政府还要付钱给他们啊 那他们是反伊斯兰 要求要关掉清真寺 要禁掉古兰金 你想想这会引起多大的震动荡啊 欧洲的穆斯林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欧洲的穆斯林高达两千万人啊 美国只有三百四十万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这欧洲到底在干嘛啊 法国的穆斯林有八百万人 所以你去想一想啊 如果这种右翼的政党崛起 那几乎是注定 国内的穆斯林一定会跟政府发生冲突嘛 而且他们也反对欧盟 他们希望要退出欧盟啊 反对气候变迁 反对能源 涨价带来的通膨 所以他们希望怎样 他们希望能够恢复跟俄罗斯买能源啊 所以一定要结束俄乌战争啊 不是这样吗 他们优先要自保 所以要停止资源乌克兰 而且要独立外交 反对大国支配 在欧洲上面最大的支配的幽灵是谁啊 当然是美国嘛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这些右翼的力量在崛起 所以引起了马克宏跟索尔兹啊 的忧虑嘛 所以这个大家就在讲啊 说中国崛起了啊 那这篇文章就在讲说 欧洲现在就处于 中美的战略竞争之中 夹在里面 那欧洲怎么办 中国即将要取代美国成为 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事实上已经取代了 事实上欧洲 现在是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东南亚 那中国非常重视欧洲啊 因为中国 还是可以从欧洲取得部分的技术啊 所以欧洲 那美国当然会紧张啊 所以就希望欧洲能够跟着美国走啊 所以越来越有一种思维啊 就是说 这个欧洲应该要独立自主 那在经贸上 在科技上 要采取跟美国不一样的策略 因为欧洲没有要变成世界霸主嘛 他不是单一国家嘛 所以他并没有争霸的思想啊 所以他只是希望怎样 能够在经济上 不要打贸易战吧 不要打科技战吧 所以跟美国想法是不一样的 他们只希望去风险化 那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在 可靠的数据上 来做评估嘛 所以比如说德国最近就陷入了非常大的困境 他这个三党联盟政府里面有绿党 他是非常亲美的啊 还有自由民主党 也是很亲美的 他们就反对华为 所以就 目前就做出了一个结论 说2026年要停止使用华为 这个结论我坦白说啊 如果德国的今年的大选 是基督教民主党回来执政 那这个政策就会被取消掉 因为基督教民主党就是梅克尔的啦 大家知道嘛 所以他现在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 梅克尔路线面临的历史抉择啊 我们讲梅克尔路线是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走出去 跟中国俄罗斯合作 那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机遇啊 像德国经济为什么 我们刚刚看他的GDP啊 德国的GDP为什么可以高达4.3兆 那法国只有2.9兆 德国凭什么领先一兆多啊 就是因为他走出去了 他得到了俄罗斯的能源 所以他得到了便宜的能源 然后经由他的制造 所以他就是降低成本嘛 然后他的制造 出来的成品就卖到全世界 尤其是卖到了中国市场啊 所以德国经济是怎么崛起的 为什么他可以高达4.3兆的GDP 就是因为他跟俄罗斯中国合作 从俄罗斯得到便宜的能源 降低生产的成本 然后把他的工业制品卖到中国的市场 就是这样啊 合作指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俄罗斯的人员跟中国的市场 加上德国的制造的能力 就是这样啊 所以欧洲是不可能不跟俄罗斯 还有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的 如果继续被美国这样牵着鼻子走 那欧洲独立自主的竞争的能量是出不来的啦 那大家就记得 梅克尔是亲中吗 我事实上我不认为梅克尔是亲中啊 而是他不愿意啊 被美国拉着鼻子走 他希望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找到机会 我认为这个就是他主要的本质啦 梅克尔的路线就是希望把德国变成巨大版本的瑞士啊 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就是这样啊 那经由贸易的扩大来推动整个欧洲的改变 这个就是梅克尔路线啊 梅克尔路线啊 那中国跟德国的贸易额早就超过2000亿了 比中国跟英国法国意大利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这个路线是什么 就是透过跟中国的贸易 来提升自己在全球的分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是非常清楚的啦 所以德国在梅克尔执政的时候 跟中国的贸易很快就超过2100亿嘛 那因为这样就带动了 德国各个产业来扩大它的供应链 所以它的供应链就扩张到东欧嘛 所以东欧各国几乎都是德国的供应链啊 他就这样壮大自己的力量啊 这太清楚啦 那法国呢 法国是作为一个政治的力量 因为它是联合国的武昌 它本来就有别于美国啊 因为它不是安格洛萨克森 所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而且它是核武国家啊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变成欧陆的地缘政治的代表 可是呢 我认为它没有德国聪明 所以法国跟中国的贸易啊 欧洲战争如果没有结束 欧洲要能够恢复经济 要经济上复苏是非常困难的啦 那谁能够帮助俄欧战争来结束 就是中国 因为美国有它的霸权的考虑 它就是要斗争俄罗斯啊 这个减损俄罗斯的国力啊 军事力量啊等等啊 那就拖欧洲下水嘛 那这样子欧洲要恢复元气 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才会看到中国跟法国 在这两年内的战略的接近 这是有原因的啦 这个马克宏就说 他曾经向萧芝啊建议 我们一起去中国吧 结果萧芝不敢跟他去啊 这是去年 今年也是一样啊 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 事实上马克宏也去找萧芝啊 说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那萧芝还是不敢去 不敢去啊 那为什么他不敢去呢 因为他知道马克宏会谈政治 那萧芝不想谈政治 就是这样啊 他只想谈经济啊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啊 我觉得德国就是缺乏像 这个梅克尔这样的领导人啊 事实上你不可能只谈经济 不谈政治的 这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法国现在决定 要跟中国谈 那就希望从政治 独立自主这个角色开始啊 不倒向中美之间的任何一国 所以可以大步的来跟中国谈经济合作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啊 这个表是法国排名前20大企业啊 那这里面有很多企业 即将要跟中国来产生更多的合作 这个包括他的第一大企业就是 道达尔这个能源集团 那还有法国的金融企业像巴黎银行啊 还有新业银行啊 还有法国电力公司 那还有像他的化妆品集团 这个欧莱亚集团啊 这个就是法国现在开始 走出他的独立自主外交 那在经济上要跟中国做更彻底的合作了 那另外就是肖茲儿 我坦白讲我认为德国这个领导人啊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 他没有远见 也没有胆势啊 将这么重要的一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啊 搞成今天这个境地啊 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来的支持度接近30%啊 搞到今天剩下14% 你就知道他的领导能力非常的糟糕啊 这个联合内阁等于是被 绿党啊自由党这样 拉的资历破碎啊 很难发生作用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肖茲啊 大陆翻成缩尔茲啊 缩尔茲支持度他才上任一年啊 就跌破梅克尔的最低纪录 我们知道梅克尔执政16年啊 那梅克尔最低的民调 在萧茲执政第一年就被打破了 你就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差啦 那我们就看到德国啊 他的股市在跌啦 经济在跌啦 等等等啊 那很多人都几乎把德国说成了欧洲病夫啊 我们知道中国曾经被人家说是东亚病夫啊 土耳其曾经被说是近东病夫啊 那现在竟然有人说德国是欧洲病夫 你可以想象吗 德国在我们的心目中 是一个尤其是在梅克尔的时代 他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有竞争力的国家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就是他的政治领导太糟糕了 那你去看德国的企业 排名前20的企业 大众汽车 戴姆勒就是做Benz啊 这个公司啊 巴马集团BMW 还有博士集团Bush 德国的前十大企业有四家 就是汽车公司啊 他们都跑到中国来了 跟中国大陆的企业合资啊 他根本就不管你德国政府怎么想 他们就自己用脚 离开德国 跑到中国跟中国合作啊 你去看德国的其他的企业 像BASF巴斯福公司 这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啊 现在也在广东湛江啊 做很大的投资啊 西门子也是一样啊 跑到中国啊 还有德意志银行 所以我们去看啊 这个德国政府 如果你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因为绿党跟自由民主党的关系 一面倒向美国啊 那注定跟你的经济是对着干 所以我们就看到 你看德国的对华投资 从2021 2022年就不断的飙涨嘛 那你看他在中国的营收占比 英飞林这是做半导体的啊 占37.9% 这个公司在中国的营收占比 Volkswagen就是大众汽车 占37.2% Dimler就是奔驰啊 在中国的营收占32.2% BMW占31.7% 你去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怎么可能不跟中国维持好的关系呢 你怎么可能发展经济 事实上德国也有做民调啊 他发现啊 这个德国人对中国认为是 德国的重大威胁只有7%不到 那美国人呢有64% 把中国当做重大威胁 德国只有7% 所以你这个政府显然是有问题嘛 你根本没有在争霸权啊 那你怎么会有那种意识形态 这些政党显然是有问题啦 比如说绿党 这个党主席啊也是德国现在的外长 这个贝尔巴克 对中国非常有敌意啊 他公开讲过一句话啊 他说他在这个星球上 他难以想象跟中国共处啊 讲出这种话你知道吗 这个贝尔伯克啊 是德国的外长 也是副总理 敌意这么深 结果德国的老百姓认为 中国是德国的重大威胁只有7% 你想一想这个已经脱节到什么程度了啦 这完全都是意识形态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德国不断的纠缠在意识形态 跟现实的经济利益之中 那汉堡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汉堡港中国想去投资 那最后就在国内的种种压力下 本来想要投资百分之三十几啊 后来倒退到24.9% 这个就是德国人自己想不通啊 事实上不是德国人啊 我修正 是德国部分政党想不通啊 可是中国大陆已经在欧洲部署了多少码头跟港口 你可以去看 我们这个礼拜三 就在讲这个中国大陆海权的崛起 在全世界部署的港口 78个港口 你看有多少是在欧洲 事实上在汉堡港 中国大陆决定要来租汉堡港 要得到部分的股权 之前 中国大陆的力量 海上的力量早就进入荷兰 比利时 法国 西班牙 摩洛哥 希腊 土耳其 还有意大利 早就进来了 结果德国现在还 还是困扰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中 所以我们简单做个结论啊 欧洲已经四分五裂 极右翼的力量在崛起 偏偏带头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德国 却始终难以落实 尤其是法国 2019年马克龙就看到这个问题 必须要让欧洲有独立自主 要建立各式各样的能量 要引进中国的力量 让欧洲能够跟中国合作 可是你看马克龙什么时候才开始执行 2023年 他2019年就看到这个问题 知道必须要跟中国合作 才能够让俄乌战争 比较有机会及早结束 然后让欧洲 能够跟中国在经贸上科技上合作 提升欧洲的地位 2019年就看到这个问题 可是马克龙 访问中国是2023年 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是2024年 你看拖了多久 拖了四年 德国呢 德国政府始终处于精神分裂状态 绿党 自民党 跟德国社会民主党 自己在内乱 自己在打架 所以德国明明 他的企业界 一面倒 说要去中国投资 跟中国合作 包括四家汽车公司 包括最大的化工公司巴斯福 包括西门子 包括他的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英飞林 都这样说 德国政府就是不能够就范 就意识形态 导致他内部的混乱 导致现在政经分裂 最后 德国总理肖之 不得不跟着德国公司 来访问中国 第二次访问 我坦白说 我看到肖之 第二次访问中国 我认为根本就是德国企业 驾着他去中国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 欧洲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无论如何要让你的政治 跟意识形态 跟经济保持一致 你一定要让经济的逻辑 成为最主要的逻辑 你才会知道中国的重要 如果没有中国 跟法国的全面合作 跟德国的全面合作 欧欧战争要叫停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结合中国的工业的力量进来 来跟欧洲合作 经贸力量发挥到最大 你基本上 如果没有做这件事 你跟美国是完全没有办法较量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